后葬寄托着生者对逝者的深沉哀思 同时也是家族实力的体现 然而后葬却引得盗墓之风横行 怎么才能保护好墓葬 就是生者最为看重的事情了 现实中的古墓显然没有鬼吹灯 盗墓笔记描述的那么神奇诡异 机关重重 设置诅咒在当时也是一种迫不得已 却相当有效的防盗手段了 这四个字与其说是对盗墓者的诅咒 不如说是一个肝肠寸断的外婆 对早要外孙女最后的保护 这块石板连同旁边的其他三块 将被当作一具石果顶盖 埋葬在一座叫做万善尼寺的尼姑庵中 在万善尼寺内 杨丽华将亲自主持李敬逊的葬礼 数量繁多的陶勇 华丽精美的经营首饰 还有各式各样的器物 都成了李敬逊的陪葬品 除此之外 李敬逊生前喜爱的流经小同龄 玻璃小瓶也随他一起下葬了 石关内出土的这件玻璃瓶 瓶口和腹部的俯视面都为椭圆形 是用吹制法制作而成 气壁非常薄 经过专家化验 玻璃瓶的质地是高纤玻璃和碱玻璃 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玻璃器 李敬逊是杨丽华最宠爱的外孙女 自幼就陪在杨丽华的身边 杨丽华对他倾注了很多心血 李敬逊的早妖让杨丽华内心悲痛异常 于是便给李敬逊修了一个如同宫殿般豪华的墓葬 希望自己的外孙女在地下也能享受和生前一样的待遇 但早在发现墓葬时 考古人员心里就有一个疑问 隋朝国都大姓城 位于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 玉祥门是西安的一座城门 城墙把西安分成了内外两个部分 李敬逊墓就是在西安市玉祥门外西大街 南约50米处发现的 在1400多年前的隋朝 李敬逊墓葬所在的位置并不是在城外 而是在大姓城内 一个叫做修祥里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当时是一处热闹的街坊 让考古人员疑惑的是 李敬逊的墓葬为何会选择在一处热闹的地方 身为皇室的他 为什么没有葬在隋朝的皇家墓地中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墓志明中又是为周皇太后所养 为考古人员提供了信息 周皇太后是杨丽华的另一个身份 隋朝建立前 杨丽华嫁给北周太子宇文云 北周靖帝继位后 成为天元皇太后 李敬逊的墓志明写于大业四年 这时北周灭亡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杨丽华为何要在李敬逊的墓志明中 使用周皇太后这一头衔 李敬逊的母亲名叫宇文娥英 是北周时期公主 杨丽华和北周宣帝宇文云之女 李敬逊身上流淌着北周皇室的血液 专家推测 杨丽华使用周皇太后这一头衔 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纪念自己夫家的血脉 而万善尼寺是后宫披妃的所在处 北周灭亡之后 这座寺庙实际上是一座皇家寺庙 也许在杨丽华的心里 以周皇太后的身份 将李敬逊的亡灵 托付给北周后宫的旧人们 是对北周皇室最好的交代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